OK 那麼今天我們是來到了Burnaby Heights 也就是在Burnaby的北面的一個社區 這邊今天舉辦一個什麼活動呢? 就是他們的Heads Off Day 其實這個活動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了 是非常草根的一個社區的活動 說起來就是你脫下帽子自盡社區 那無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後享受生活 Have a good time 有好吃的好玩的有音樂 還有一個這種Vintage Car老爺車的車展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後面已經有一堆的老爺車從那邊進去 非常的好看 好 那麼我們是已經來到了這個Parade的中心地段了 今天看到身後都是這些漂亮的老爺車 那剛剛有一點忘記講了 我今天帶什麼相機和鏡頭來拍照呢? 我今天帶的是萊卡的M9P 然後還有這顆28號米Almery F2.8的鏡頭 這顆鏡頭是接拍神器所以必須得帶上 相機選擇其實因為我另外兩台這個數碼萊卡沒有電了 所以我就拿了這個M9P過來 不過就今天這樣的一個光線來講 M9P是很合適的 因為它我覺得就像日光卷一樣 比較適合拍這種晴天 然後光線比較好的時候的照片 現在教大家一招這個Zone Focus 真正的盲拍 如果是28號米的鏡頭 鏡頭的光圈調到F8或者F11 F11會保險一點 因為它景深會更廣 然後你把相機大概放在胸前這個位置 你把這個對焦距離基本上放在10米 這不是超焦距啊 不用放到無窮遠 放到10米這邊 對你的光圈的刻度 然後另外一邊差不多就會在1米多的左右 所以在你的生前1米5到10米之間 都是可以對著焦距的 然後你就這樣按就可以了 就好像我剛剛這樣拍了一張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你在拍照 那大家也是可以發現啊 如果你把相機放在這邊 盲拍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拍到不同角度的照片 因為通常我們知道 我們會把相機去拆 是以你自己的高度的這樣一個視角去拍攝的 那如果你是把這個放在你的胸前 或者像我這樣已經放在你的肚子前面的話 以這個視角去拍攝的話 它更像是一個從小孩子的視角去看這個世界 會給畫面更加增添一種張力 其實也是蠻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一下接下來這些照片裡 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有不一樣的dynamic在裡面 你們這樣繼續 finds到 現在把這個向畫放好 衣室的很難看 可以把這個管奏給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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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